石一杰老师说出国内声乐人的难处 特别特别好 刚刚在最后听和在这里听没有什么区别 特别好 呃 比我的感觉整体 我还是能听到一个 这个压壮的整体 声音不够透出来 但是呢 打个比方说 因为这个同学 能感觉到他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 然后他唱德奥派的这个 作品的音色 其实怎样的音色挺合适唱这个 或者唱德奥派的这些 就是他的音色 我的音量也出来了 其实他的音色唱这个作品挺合适的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不能说局限于唱这样一个音色的作品 虽然在国外很多歌唱家 在国外其实国外的歌唱家是非常幸福的 为什么呢 他们一辈子只唱一个种类的东西 比如说专门唱 莫扎特 一辈子就只唱这个 像我专门唱 北战奥派的摩扎特 摩扎特 一辈子我也差不多 在欧洲都会去唱这个 然后唱 博尔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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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唱 博尔地 博尔地 就是我们把歌手分得很细 不会说跳得很严重 不会说一个摩扎特歌手 一会儿让你又去唱个VIP 这种情况不多 至少比如说在五年之内 你一会儿唱上摩扎特 一会儿唱上VIP 这种情况不多 很少 所以我说外国歌唱家 他们是很幸福的 我们呢 其实我们活得很难 我们什么作品都要唱 不光是莫扎特 我们唱VIP VIP 还有我们有的中国作品 中国的古典艺术歌曲 还有古曲 还有现代创作的歌曲 什么都要唱 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 能够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 可能会更好一些 不然的话 单一性的这样一个方式 它会 就是 对于我们去表演 很多不同种类的作品的话 会有少了一点 就是 阻碍 谢谢